嗨,大家好,我是Avi 我现在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我在Badog 现在要前往的是East Coast Lagoon Food Village 所以就是那边有很多吃的 所以我现在要出发 然后刚刚出门的时候下了一场超大的雨 我大概等了一个小时雨才停 现在时间是晚上七点左右 我现在走一个完全没有人的路 等一下如果回家的话应该会蛮可怕的 要经过这一条隧道 从Badog的196或197公车 然后坐到这里 可能要大概五分钟吧就到了 大概三四五站左右就到了 然后到了公车站以后呢 就是走路十分钟就会到Badogoon Food Court那边 现在还在打雷 有点可怕 而且下雨天这里感觉就会更阴暗 现在才七点 感觉 感觉很像半夜深夜 因为后面很多废弃的东西 现在应该不是拍零一剪的 就是很正常的一集 我决定了我等一下回家一定要做Grab 这条路实在是太特别了 车子很近然后又拔了一闪电 应该是这条吧 没完个人 到了啦 整个人下屎下屎 这个半夜走回家真的是不行耶 我要跟大家讲我原本的计划 我原本是希望可以到Lagoon这边吃sate 然后吃完sate以后呢 就可以骑脚他车到Marina Bay Sands 是不是听起来很好 但是现在地板超湿 然后还淹水 然后那个灯还在一闪一闪就好 所以呢今天的Vlog就改成 到Lagoon吃sate 所以也ok吧 今天是因为下雨天所以人比较少 然后户外那种游泥的位置都没有人坐 都在室内 不然的话这里一定超级满人的 我现在已经在那个East Coast的Lagoon Food Village 然后我刚刚一进来就看到有就是摊饭 问我要不要吃 我就没有犹豫就直接点 我刚结账的时候才知道我花了多少钱 这一盘sate 它是有鸡肉还有牛肉跟羊肉可以选 然后它是最少要10个 一支的话是9毛钱 我点的是鸡肉跟牛肉各5个 然后再来虾子的话呢 是一支是2块钱金币 所以我点了5支 然后总共的话呢 是沙爹是9块 然后虾子的话是10块钱 加起来是19块 然后甘蔗水这杯是2块8 我开动了 感觉会吃不饱耶 等下是不是要再去点一个面或饭之类的 今天呢就不看价钱了 就是虽然不便宜 但是就吃了 因为今天领薪水 牛肉跟鸡肉 嗯有一点不一样 但是不会差太多 它虾子超大只 是啊 啊 虾子 哦 哦 虾子 嗨各位 我现在已经吃饱了 我们制造圆冰镜 它去比较厚 因为现在天气还不错 很多人在洗车还跑步 然后再来是 现在就是凉凉热 更适合洗车 只算小一些一点比较好 好的 那我现在已经到了租脚踏车的地方 我今天的目标呢 是骑到金沙酒店 大概是9公里 骑脚踏车的话大概35分钟 那到那边的话是晚上大概 好像9点半左右 然后再坐捷运回家 非常刚好 那我们出发吧 为了安全我自己戴的安全帽 你们看现在车上都是水 不知道刚刚雨下了多大多久了 骑车以前都要记得检查一下轮胎有没有气 然后再来检查一下 左右看一下 然后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里很亮很有安全感 感觉又来到了另外一个food club 还是一个餐厅 啊 这边是jumbo 难怪很多人 珍宝海鲜 哇哦 这里有很多的海鲜餐厅 这边写说是黑皮胶螃蟹的首创者 后面还有人在露营 然后有人在钓鱼 好像挺浪漫的人 可是那个地板感觉超新的 我现在大概骑了三分之一 非常建议大家 比如说在新加坡 休假的时候可以去骑个脚踏车 因为共享单车这一台啊 半小时才五毛钱 之后的话好像都是一毛一毛这样加上去 我原本以为啊 东海岸这条路可能会很暗 或者没人 没有 结果超多人 然后这边还有一家 24小时的咖啡店 太赞了吧 超大间的 这里 这里沿路有非常多的商家 现在有看到星巴克 然后刚才有看到麦当劳 咖啡店 然后产品 还蛮多选择的 所以如果 平常想要来这边 可能 早上中 晚上来这边 休息也是ok 看到了一个巨型的溜滑梯 What's that? 嗨大家 我现在已经快要到摩天伦了 后面这条路 刚刚有点可怕 因为都没有半个人 但是有一个人 他走路 刚刚从这边走过去 我觉得他超勇敢的 一个人在那里的时候 我骑车真的有点害怕 他还可以走路 好 我们继续前往摩天伦 嗨大家 我现在超靠近的 超漂亮 哇 这里什么都看得到耶 看到摩天伦 金沙酒店 还有超级速 在这边骑车是不是太舒服了 这个景 这就是我要的景 超美 这里又更美了啦 海湾夜景 我可以在这边发呆一个晚上 今天会推荐大家这条自行车路线 是因为我在之前 几年前在新加坡的时候 就有骑过 然后呢 就被这边的风景整个 惊艳到 就觉得很舒服 然后很漂亮 然后很建议大家可以来一下 而且这边的自行车道 很好的地方是 它没有一条是就是有 有遇到要过马路啊 或者是有斑马线啊 就是从我刚刚骑到现在 全部都是自行车道 所以非常非常的安全 而且它的灯都 非常的明亮 就算有几段可能会没有人 但还是很亮 但几乎就是都会有人啦 一定隔个大概三五分钟一定会有人 会经过这个桥超酷的 最后面是超级速 但因为自行车进不去 所以我就直接略过咯 然后这边的话是云雾林 这里我还没有去过 以后有机会可以来看看 我超级喜欢在这一条 我觉得这里就是很特别 在这个建筑物 骑车里面 我觉得超酷的 所有的美景我都已经尽收眼底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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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今天的骑自行车到金沙酒店的任务成功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 下次再解锁更多的路线给大家 下次见 拜拜